好了,这条片就是讲一下英国物业拍卖会 其实有没有损盘的 如果有的话,香港人又怎样可以玩到呢? 是不是真的要飞过去呢? 还是不用飞过去呢? 那也会讲一下拍卖,在拍卖会买楼 和一个正常途径买楼的分别 好了,先讲一下拍卖会 其实也有分现场和遥距的 好了,先讲现场,其实会在每个月 都会在一些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选择 例如会在一些球场那里,会在一些 这些这样的country club的地方那里 好了,总之就坐在那里,就会在拍卖会 那这里也是结束了,结束了 结束了,我们再看看刚才那些币有什么 看漏了,那通常呢,好的东西当然会在 恶选进行期间就已经售了,卖了 但也会有一些东西是不售 或者甚至乎是愚蠢的垃圾盘 是会卖不到,而是会有人走过来 卖你的,OK? 他会说,为什么买这个其实挺好? 其实那些很明显,就是愚蠢的人都不卖 我们会计算的那些更加不会卖 所以是会有人卖到你,一些卖不出的楼 Anyways,那这里呢,搖它 就是你在这些币那里,在网络看到的 这个好像蠢,那我不用飞过去 可以吗?其实是可以的 有一件事叫proxy bidding 这件事就好像eBay那些这样的暗盘 你知道有,譬如你知道你会出十万磅 就是最高的了 那间屋檔是十二万磅 那你出十万磅 那从而呢,如果他有人币到去七万 那他就会再加五百 币到八万零五千 那他就会每一口当五百 那他就会帮你再叫高 直至他叫十万,他才会停的 所以这个就是proxy bidding 那当然啦,有人叫到他 八万就停,那他叫到他 可能八万五百 或者八万零一千 他就会停,就会停在那里了 他不会真的帮你帮他 帮他上去十万元 OK,这个就叫proxy bidding 好了,那奥充 我会用一些我自己的例子 告诉大家,其实是准定 不准你自己去断定 OK,要懂计算的 否则,你就准不准 你是计算不到的 原来跟市价一样的 你当然不会在奥充那里买 OK,是不一定有上半的 雖然每个月都有奥充 但是不一定有 但是,是有的 意思是你要找,你要看的 好了,当然可以要他 不一定要非英国的 好了,那我用了一些一个例子 那我那间屋呢 是熔熔烂烂的 9万零五百 我最高呢 我给了proxy bidding 是9万零三千元 就是差不多去到我那个位 但是都很划算的 那,先看了先 OK,先看了先 那看了些什么呢 就是先看了一些奥充的网站 譬如我用这间叫做 奥充房子的东西 那也有分不同的区 那这个是曼切斯特区 那有两样东西 你可以看的 一,就是看未来的奥充 和之前成交座那些 那我们先看未来的东西 待会再说回我那间屋 那这个呢 接下来就是6月4号 那Viu Lott 就看他现在有些什么买了 那如果你在香港人 你看到这些东西 你会觉得每一间都顺利 你会说 3万5磅 一间屋 在曼切斯特附近 OK,你会说 哇,这间多少钱? 这间? Postpone 看一下,五万一间屋 就算有些贵一点 那些先 十万一间屋 那你会觉得每一间都顺利 但是你会知道其实 那些楼都是偏便的 所以你会知道 那里大概的时间是多少 你比较回去才行的 而刚才我立了 没什么这些是想 除非是这一间 OK 这一间呢 8万5 我们先开一下 8万5个区呢 真的在曼切斯特里面 OK, Middleton 真的在曼切斯特里面 而街价价是8万5 什么是街价呢? 就是预期的成交价 通常都会高过街价价 通常都高大概10%左右 除非这一块本身开得很低 那这些呢 我估计可能9万2 9万5度的成交 其实都是顺利的 OK,为什么呢? 第一间屋不是困难的 虽然它那个 地毯这些呢 是古代一点 OK 是古代一点 但是正常、干净 你不用装修呢 其实都出了一度 OK,好了 那其实呢 我们会做一个股价 看一看一看的 譬如5万5万9毫 这一间屋 看一下 看一下 5万9毫 那其实附近左右那些呢 正常呢 都要12万多的 这间三磅12万多的 那所以如果你是 大约9万5 加上可能的奥仙 fee 196 那当要再装修多1万磅 换回地毯啊 这些东西呢 你当是10万5千 那其实 都是值得的 OK,那所以这间 大家自己留意着 看回奥仙 result 如果大家看一条片 最后成交了多少 你可以回到奥仙 result 那里看的 OK,好了 那奥仙 result 去看回呢 那当然未有四 未有 未来的那些 那我看回 我自己的例子 给大家看了 那就是这间 OK,就是这间 Queen & Contest OK,是Ashton 那显示了9万0 500 那这间屋的样子 是这样的 你会看到 很旧的 是啊,很旧的 很旧的 但是各个地区 各个地方 是非常之正的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地方就是这里的 那这里是市中心 当然我们不卖市中心 我们卖旁边的位 而旁边的位 这个位 其实很旺 这里是IKEA 来的 赌场也是在这里 轻铁也有 那就在这里 OK 那基本上 看看 在这里 这个不对 这间 OK 可以 就可以了 OK 而在这里 这样走过来 这里就已经是商场了 看看房间的价钱 和装修费 9万0500 那装修费是8万5 你会说 中房就400 然后这些中房就500 25 左右 最大的就是5,0 Total Gross的租金 就29,000 当然了 我会有running cost 水电煤那些我要包的 从而最后 Total的借金 是2,300 那你说2,300 即是2万多元港币 2万多元港币 收租 你要在香港那层楼 这几年买大概多少 肯定过1,000万 而这里在说 18万 20万磅 以下 你就做到同样的效果 那当然了 你要go through很多东西 你要认识 好了 那也给大家看看那间屋 那我们现在在Asden Manchester 里面的Asden 就买了这间 是through auction house 去买的 那我第一次来 是买了才来看的 Fast forward 给大家看一下里面 你看到那个撞塔 是烂烂的 不是烂烂的 是烂的 那烂烂的 和很烂呢 其实都没有分别 因为我本身都会拆烂它 再整个 那这间房子没有刚才那样 刚才那间房子看不到 卡帕 这里看不到 就是这样 我过完整好之后 再给大家看 那这里呢 纯粹就是我们开工前那时候 我们刚刚去考察 去收楼 那一班同学生过去看 好了 拍卖会就说完了 你会说 我未必想像Alan 你这么厉害 弄这些拍卖楼 15厘我不用了 简简单单 正常的途径 有没有方法 买到6至9厘的房子 我就已经很满意了 那当然是会有 其实我们呢 会有一个 我们高阶的同学生 会有一个forum 基本上里面就是 这些经纪呢 帮我们去找到那些屋里面 就是帮我们做得尽 那些地方 那些屋 那从而呢 你是可以在这里去找 那譬如这里 你说要 我要一些 就是百里的楼价 十万八万 楼下 那这些是有的 那就可以看一下 那基本上 那屋的所有资料 都齐了 那这家屋 大概八万多元 需要不需要装修呢 要四千磅的装修到 收租大概收到五九五 所以8厘半的割销 是不是freehold 没错 好了 照片是当然有了 那但是呢 我们的agent 是会 要拍影片给我们的 大家 那我试试回来 那这家屋 就有头 要拍到脚 那漂亮不漂亮 都要帮我zoom in 帮他看 不需要 头远 一间这么一屋 百万多元 收到 六百磅 六千元 港币 算是这样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我们同学也可以问 那之后 agent就会回答 OK 买英国楼呢 我们有个事堂 就是给大家做多些 关于英国二手楼的物业投资 是怎么做呢 那你去报名之后 我们即时online 就会有一些video 去教大家 因为你会讲新楼 和二手楼的好处 因为很多人会说 我喜欢楼花 全部都是新楼 为何会买二手楼 那会有一个好处和不好处 可以大家比较 香港和英国的18年楼市周期的分析 香港现在很高 那英国是不是都很高 其实我跟你说 英国现在是中间的 即是等于香港的2008 2009年那时候 是一个楼市周期的中断 英国买楼的步骤 税项和策略 好了 one day的现场 会成大概10个小时的现场 会讲很多东西 会讲如何通过一些sourcing agent 去找上本 香港人在英国的按揭选择 你买楼最想 你就是想做按揭 你在香港当然可以拖一些钱 去买那边full pay 但是如果你在100万里面 你再可以75%LTV 其实那100万你可以买到三家 而利息大概三至五厘 怎样合法的给少点税 虽然那边stamp duty 三厘多四厘多五厘 不算多 但是怎样都可以去合法的去减少 令到你的购买成本 是尽量降低 可以告诉大家 英国的物业进绩调查 怎样做 进绩调查就是你要知道 你在做的什么 怎样去调查这个区 这条街好不好 黑人街还是差街 这间楼盘是不是低水 高水平水 这个值好不好 还有strategies你要去买一层楼 是最好的做些什么 那如果你是买在万元球场附近的 其实你可以分一段晚出租 因为一年有整六十几场波 那六十几万的附近的租金 for B&B 就会特别高 因为酒店都爆了 例如这些strategies 我会和大家分享 怎样可以分租 然后收十厘的回报 不告诉你 英国都是很多劏房 意思是像香港那样 是不够住的 从而人们要住在房子那里 怎样不用钱 买楼的2.0 version 和3.0 租务条例 很多朋友都怕租不出 那我们才要说租不出 或者租得出 怎样避免租霸 最后 这些bonus 怎样屈机获取 m miles 先看一下 Can sir 会教我们的方法 这是Can sir的户口 200多万的m miles 是什么概念 是不是要消费了很多 第一 如果你要换 可以换到50张日本来户商务机票 等于价值 当每张是1,000元 其实这里是15元 如果你要套现的话 那你就当八折套现 那这里是10万 但是这里的消费 去获取这一道 其实是0元 最后愚合行动 都会告诉大家 所以你可以报名去试图 详细的资料在下面 到时见大家